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朋友们 我们很有可能要见证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了 7月22号 韩国的科研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宣称自己发现了长压室温超导体 LK99晶体 在正常大气环境下可以在127摄氏度以下实现超导 我们都知道把水烧开才100摄氏度 那么长压向临近温度提升到127摄氏度 几乎等于在哪儿都可以具备超导特性了 从此再也不需要昂贵笨重的超低温制拢设备了 毫无疑问 如果这个发现属实 那么整个人类社会所有的电气设备都需要置换 甚至最基础的电线都需要更换 如今我们的社会都属于电气社会 现代化文明也是建立在电力基础上 实现了常温超导体的制备 毫无疑问会直接颠覆掉这个世界 所以说 第四次科技革命就要来了 就在昨天8月1号 美国超导股票AMIC盘前跳涨71% 最高涨幅达到了150% 无比的疯狂 就像你能想象大A股 一下子从现在的3000点涨到最高时的6100点了 可是不是都说资本市场是最灵敏的吗 为什么韩国团队发布论文足足10天以后 美国的股市才对此做出了反应呢 这就必须让我们先来说说 这10天中都发生了什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 大家都会觉得韩国人的科研信用 没有那么强 这么牛逼的一个妥妥的诺奖 怎么会这么轻易让韩国人摘去呢 所以他们发表了论文 还不足以让全世界都无脑的相信 而且这次公布的制备方法也过于离谱 确实也让人难以相信 长压室温超导体 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一个超尖端的科技 肯定是只有最顶尖的实验室才能够研发出这东西 制备流程一定是各种高科技 但是这次韩国团队公布的方法 堪比古代的炼金术 就是把一堆子粉末材料扔到炉子里烧 烧完了里面就出超导体了 设备要求低到连高中的实验室都可以做 流程简单到谁都可以做 就像有网友说的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长生不老药 却没有成功 结果某一天发现把红豆绿豆黄豆 按照1比2比3的方式混在一起 就成了长生不老药 甚至有业界的人士也发出感慨 太他妈简单了 以至于非常真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足以颠覆全世界 超导晶体LK99的制备工艺到底是什么样 大家好好听 因为每个字都能价值黄金万两 首先第一步 买一点氧化钳和硫酸钳粉末 按照1比1的比例 放入干锅中均匀混合 在空气中加热到720度 烧24个小时 你就能得到黄钳矿晶体 第二步 把铜单质和磷粉末放入到真空管 然后在干锅里以480度的温度 加热48小时 你就能得到磷化亚铜晶体 第三步把前两步烧出来的两种晶体 研磨成粉末后 放入真空管 在干锅里以925度加热5到20个小时 然后你就得到了一种铜参杂的铅灵灰石 这就是LK99晶体 具备长压室温超导性能 氧化钳 硫酸钳和铜单质 这都是超级普通的 不值钱的材料 到处都是 换句话说 这个制备流程里边最昂贵的 居然是那个能加热的干锅 而哪怕是一个随便的高中实验室里边 都有干锅 只要你拥有一个干锅 按照上述的流程去做 然后你就可以烧制出常温的超导体 所以最近几天 连这种普通环境的实验室 都去烧制常温超导体了 现在你觉得这东西听起来靠谱吗 这简直就是在手挫超导体 一种村里的老农 在向你分享怎么去制造光速飞船的感觉 如果这玩意是真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 全球各国超导领域顶级实验室的大牛们 人生观我觉得都会彻底颠覆了 下辈子应该都会陷入迷茫 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原来练丹术才是王道 把各种东西丢到炉子里边烧烧 碰运气 这才是制备超导体的终极方案 自己这么多年到底在研究个啥呢 而且如果是真的 韩国团队直接拿出样品 给人家去检测不就行了吗 工艺这么简单的超导体 那不是随便烧吗 要是我自己能用这种方法 制备出常温超导体 那我肯定自己先烧几公斤出来 然后到处的去游寄样品 而韩国团队描述的制备方法 这么简单 手里却连一克的样品 都拿不出来给别人 这也非常的可疑 所以全世界都处于观望的状态 但是大家也没有直接否定 韩国科学团队的论文 因为他们这次描述的制备方法 太简单了 简单到是个实验室就能够重复 而且流程上也就几天而已 不仅如此韩国团队 还发生了内讧的现象 7月22日7点51 由三个人合注的论文 发表在了archive上 而两个半小时以后 六个人合注的论文 也发布到了archive上 对实验的制备过程 描述的更协详尽 行为更为严谨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概的背景是这样 这次的LK99是一个老师L 带着一个研究生K 继承了L老师的实验 在1999年就把材料做了出来 所以将这三个关键词 命名为这个化合物的名字 LK99 L和K作为名科 很难投稿 又要吃饭 所以就找了个工作 干了十多年 后来有个韩国金主 看上了他们 投钱给他们继续研发 可是韩国金主的财力和人脉不够 这事也就耽搁了 后来L和K又找到了一个美国的金主 带着资金和团队的加入 导致韩国金主不满了 由于诺奖最多只能发三个人 韩国金主肯定要被踢出局 所以韩国金主就把投期刊的论文 在网站抢发了 署名LK和自己 想要把美国金主踢出去 结果韩国金主刚发完 美国金主就忍不住了 也在网上发表了更详细的论文 署名变成了LK和美国金主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这也说明了 如果是实验造假的话 其实犯不着这么多人内讧 也犯不着去申请专利 而且制备的方法这么简单 试试也没啥成本 所以只要是从事超导领域的实验室 这一天都在安排人烧炉子 大家都会去试一试 理论上三天半就可以烧出样品 但足足花了九天的时间 全世界这么多的实验室的炉子里 都没有烧出一块符合韩国团队描述的样品 但是第十天 也就是8月1号 中美俄三国的实验室 同时宣布自己初步验证了 韩国团队描述的超导晶体LK99 美国方面诞生过15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物理和化学领域排名世界第一的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宣布在美国能源部提供的 超级计算机的模拟结果下 发现了当铜取代零灰石中的铅的时候 会引起结构激变 从而导致费米能及的孤立平带 也就是高温超导体 而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 经格参数和韩国团队公布的 实验结果仅仅相差了1% 从理论上证明了 这种用干锅烧制超导晶体的办法 是存在可行性的 而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科学家艾里斯·亚里山德拉 成功制备出了具备 常温抗磁性的LK99晶体 而常温抗磁性正是超导晶体的标志之一 它的结果也在推特上发布了 在中国方面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博士后5号 博士生杨丽 在常海新教授的领导下 成功首次验证 合成了可以磁悬浮的LK99晶体 这个晶体悬浮的角度 比韩国团队描述的样品悬浮角度更大 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无接触的超导磁悬浮 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 合成出来的样品测试视频 已经被录制下来 用关山口男子济师的账号上传到了B站 从发布的视频来看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合成的LK99晶体 就是这个显微镜下的小黑点 直径是以微米计算的 将一颗铝铁棚磁体放在它的下面 小黑点就会随着这个铝铁棚磁体的靠近和远离 不停的倒下或者起立 无论是S级还是N级 均会产生上述的反应 即排斥和磁级无关 显示出了抗磁性 截止到目前 上述的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 已经超过了605万 网友弹幕刷屏见证历史 当然了严格意义上来说 目前中美俄的实验室 都还属于初步验证 因为还没有实打实的测试 它的超导性能 美国只是利用超级计算机 进行了模拟实验 而中俄是实打实的烧出了样品 但是都没有做超导实验 以中国华科的实验室为例 炉子里烧出了很多的材料 但是成功合成的 只有这一片 几十微米大小的样品 非常珍贵 而做超导测试 就需要破坏这个样品 实在是舍不得 那么在没有做超导测试的前提下 为什么敢说 初步验证了这个晶体 具备了常温超导性能呢 因为它在常温下的抗磁性 异常的强大 常温未通电的情况下 就可以在磁场的两个方向上 均实现轻微的悬浮 不排除这是一种 从来没有发现的超强抗磁材料 但是常温超导体 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性 再加上美国实验室 利用超级计算机 从理论上验证了可行性 基本上可以认定 这已经完成了 对LK99超导晶体的初步验证 因此美国的资本市场 直接疯狂了 大量的资金引入 去赌人类的下一次技术革命 我们再来说一说 为什么LK99的晶体 会具备超导性能 为什么全球这么多的实验室出动 而只合成了这么两片 几十微米大小的样品 为什么韩国的团队 愿意分享这项合成技术呢 根据超导理论 电子通过晶格时会发生振动 而振动的粒子 如果撞到电子 就会产生电阻 进而产生物体发热 能量损耗 如果在超低温的环境下 粒子的活性就会变低 电子流过就很难产生振动 如果在超高压的情况下 那粒子就会被压住 电子流过也很难产生振动 而人类早就提出了一种 常温超导体的制备方法 就是利用粒子之间的压力 把粒子互相锁住 就可以实现常温超导 但是怎么做 才能把粒子互相锁住呢 不知道 甚至这条路是否可行 都不知道 也许粒子根本锁不住 这个设想只是个幻想而已 而这次 韩国团队就恰好实现了 把粒子互相锁住的状举 他们把不同的材料烧来烧去 最后恰好在一片样品中 把铜粒子包裹住了铅粒子 铅粒子里面又压住了一圈氧离子 制造出了一个铜皮铅心的管道 最里边的氧离子 被铅粒子死死的压住了 难以振动 从而导致电子流过时候 不会因为粒子振动而产生电阻 这种烧制的方式就像是抽彩票 必须铜粒子恰好出现在 金格恰当的位置 才能够形成超导晶体 如果只是一小部分的铜 位于正确的位置 那就是废品 哪怕形成的管道有一处破损 都没有超导的特性 而这铜粒子的移动 是无法定向控制的 完全靠高温烧制时候的 铜的随机移动 恰好移动成了一个管道的模样 恰好里面有完美的铅心 把氧粒子锁住 这概率大家可以算算 到底有多低 所以全球这么多实验室 烧了这么多炉子 最后就中俄烧出了 两块微小的样品 其他的全是废品 不具备超导特性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韩国团队拿不出样品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 这种掏盗经济几个月了 甚至从三月份 就开始申请专利 到现在都五个月了 始终无法突破 定向烧制的技术 甚至自己烧制的 无数炉子里面 都没有办法复制样品 自己手里 就那一块 当初碰巧烧制出的样品 可以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东西 可以邮寄给别人去鉴定了 这同时也解释了 为什么韩国团队要公开这项 堪称技术革命的发现 因为他们保密了好几个月 甚至连第二块样品都烧不出来 虽然这确实是划时代的发现 但距离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那还差得老远老远了 需要集合国家 乃至整个全人类的智慧 才能够连续突破里面的技术难题 这远不是他们一家实验室搞得定 而烧制的技术实在是太过简单了 如果再拖下去 可能就被别人抢先发了论文 那这项成果就是别人的了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直接公开 靠自己已经提前申请的专利 去赚一笔钱稳妥 至少保底的名利双收已经有了 拖下去 如果自己迟迟无法攻克制造工艺 那最后就是鸡飞蛋打 啥都没有 从中美俄实验室的复现结果 反推出这种超导晶气的烧制概率之后 韩国科研团队 拿不出样品这件事 反而佐证了超导晶气的真实性 人们也就不再怀疑了 于是美国资本市场也就直接就疯狂了 从目前中美俄实验室的结果来看 这最差最差 也是一种新型的超强抗磁材料 对研发磁悬浮技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而最好的情况 就是直接打开了人类常温超导的大门 至于在实验室里烧制概率极低这件事 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只要证明了这种材料是真实存在的 集合国家级的力量去研发 突破定向合成技术 突破大规模低成本生产技术 那都只是时间问题 韩国一家小实验室花了几个月没搞定 不代表说五常级国家 统合大量实验室的力量集中攻关也搞不定 在科研方面 人类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黑暗中原地打转 只要能够明确方向是正确的 那就基本上已经走完了99%的路 更别提这连实物样品都已经烧制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 这次的常温超导体是用炉子烧出来这件事呢 让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年轰弄全球的石墨烯材料 那是一个人用胶带撕出来的 他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觉得用胶带撕石墨可以越撕越薄 最后得到他想要的薄薄的石墨材料 去看一看到底会有啥性能 然后坚持不懈的用胶带撕了一个月 最后得到了一种性能强悍到极致的新材料 石墨烯 正常的材料专家是不可能去做这件事的 花一个月时间去撕胶带这不是脑残吗 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导致就是有人质这么干了 最后还成功了 要复现这个材料流程更加简单 你只需要找一卷胶布跟着撕就行了 这个发明石墨烯材料的人 最后拿到了搞笑诺贝尔奖 又拿到了真的诺贝尔奖 堪称科技界的一朵奇葩 所以这次有人用炉子烧出了常温超导体 说实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和手撕胶带相比 这个做科研的模样还是要强那么一点点的 最后我们再说说 如果人类真的制造出了常温超导体 会有多么大的意义 为什么说足以掀起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呢 首先人类所有的电机都要换成新的 用超导材料做成的电机效率 将远远高于目前的所有的产品 重量和体积都会大大的减少 没有发热和能量损耗的现象 功率也会暴增2到3倍 目前的产品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只能被全体的淘汰 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和电有关的设备 比如说电动机 发电机 变压器等等 使用超导材料后性能都会暴增 新能源汽车如果用常温超导体来制造 那么性能简直不敢想象 还有电线 尤其是长距离输电 如果能用超导材料导致电阻消失 那对整个人类电网带来的性能提升 简直是可怕的 还有电磁弹射 电磁武器 磁悬浮轨道交通等等 要么性能暴增 要么体积大减 超导体给所有用电的设备带来的都是质变 基本上就是科幻世界描绘的场景 在人间复现 即使是最保守的考虑 如果超导线圈普及了 那光把目前性能落后的电机电线换完 这都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工程 带来的需求和就业刺激就会异常的庞大 足以把当前萎靡的世界经济彻底激活 就好像当年电气化技术改造了全世界一样 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 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气化 这次超导体的技术革命 会直接导致材料和化学 至少未来50年不愁没事做 从生化环材四大天坑里除名 把超导体从实验室里碰运起合成的那几十微米的样品 变成走入千家万户的普通的廉价工业品 这里边需要功课的技术问题 需要千千万万的材料化学工程师来不断的完成 另外这次超导体技术革命受益的会是所有的人 从富豪到贫民都会因此得到生活水平的飙升 区别只是蛋糕谁吃的多而已 但都有大蛋糕吃 这就和以前人类的历次技术革命一样 所有用电的设备性能都会得到飞升 所有和电相关的公司都会受益 所有生活在电气化社会的老百姓 都会因此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增长 长文超导体是人类最高端的材料 但高端的材料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所以说万物皆可烧 大家一起去烧炉子拼拼运气 才是材料学的终极科研方法 建议大家在家没事的时候 多捣鼓一下什么锅碗瓢盆 米面柴油 没准下一个诺奖就是你的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由于我并不是专业人士 大部分内容也是从网络上整理 大家就当个故事听 如果有专业方面解释不到位的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指出和补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